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错不错 都是好宝贝 小子 你有真火吧 哪儿弄来的 这老头不是一般人 居然能直接看出我有真火 骗他肯定骗不了 没错 宝贝的确有真火 是天生的 天生的 那可稀奇了 你小子运气不错嘛 碧游说是你救了他 碰巧而已 碧游姑娘乃是真阳敬五仇 在我之上不敢说救 对了 请问前辈 方才那人为什么追杀碧游姑娘 因为我的体质有些特殊 体质 别瞎打听 小子 你既然是碰巧路过 那你原本要去哪里啊 晚辈是衡月宗弟子 原本要跟师父一起去郑阳宗参加三宗大笔 没想到中途出了意外 迷失在这附近 那个什么三宗大笔我知道 不过你现在回衡月宗肯定来不及了 直接跟我们去郑阳宗时间倒还凑合 你们也要去郑阳宗 小子 看在你救了碧游的份上 我保你能准时赶到郑阳宗 不过到时候你得帮我一个小忙 没问题 厂长教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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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辛苦 还请一步内门阁院休息 杨长教 许久不见 别来无恙啊 城长教亲自出门迎接 这番诚意 属实令杨某佩服 那是自然 我郑阳宗向来以城待客 即便是对待那些 只能走过城的人 但凡参赛的人 都是宗门的翘楚 不比一比 又怎会知道结果呢 所言极是啊 胡长老 带恒月宗的各位 去望月阁休息吧 是 是 唐老 好久不见哪 如位 请 怡父他们 生圈在握的姿态 真我心 他没有玄灵之体 自然瞧不起别人 不必在意 哎呀终于到了 飞了这么久 肚子都饿了 没想到 我又回到了这里 这郑阳宗也不知道 有啥好吃的 我们邀请了诸葛羽 诸葛前辈 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小城啊 我不请自来 还带了两个小娃 你不会不高兴吧 前辈哪里的话 来者皆是客 我们都欢迎 这可是郑阳宗的长将 前辈叫他小城 诸葛爷爷 没有叫他小屁孩 已经很给面子了 诸葛前辈 我们为您和两位小友 准备了客房 请去休息吧 好的很 再准备点吃的 肤子都饿扁了 哎对了 这小子是来找师父的 横月宗的楚轩儿 小城你给带个路 有客人要去望月阁 来人带路 是 叶臣 有康 赵康 你带这位小友 去望月阁吧 是 叶臣 你竟然还有脸回来 哎 某个无能怂包还能留在这里耀武扬威 我有什么不能回来的 你倒是挺立的 但什么话能说 什么话不能说 所谓你的前师兄 不如再教你一次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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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圆经第五重 你贪天恢复了 赵师兄不是想教我吗 不如继续啊 哼 不过是比废物强一点儿吧 也可在我面前嚣张 赵康 你竟然是没吃饱吗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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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恩怨不少 不如我一剑宰了你 反正死相无人 叶辰 叶师弟 我错了 求求你 不要啊 对了 你看那里 玄灵风 那是宁霜师妹修炼之所 我可以帮你们牵线 你们 玄灵之地 宁霜师姐 山门那边传来消息 横月宗的人 已经在望月阁落脚了 我知道了 敢问安人尊姓大名 辰逸 两个月后的三宗大帝 我 我还能再见到你吗 辰逸 叶辰 就是你吧 没有 你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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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们 你们 叶晨的死 楚师叔很难释怀吧 听说 几位师叔师伯一起找了几天 几夜都没有找到 最后不得不认定叶师弟已死 为其修剪衣冠组 叶师弟 哪里啊 你老眼昏花了 师傅的房间在哪儿呢 这 什么情况 那个 算了 不打扰了 这 太 奇怪了 我这看脑子怎么都跟见了鬼一样 梁儿师叔 我 你 哪里来的医患 梁儿师叔 你干嘛 这样不会用 我的鼻子 我的脸 梁儿师叔 你不用下手这么狠吧 砸中了 一辰 你没死 死 什么死 师父 好 我就知道你没死 师父 你是在为我留恋吗 霓霜姑娘 这边请 不知你想找我衡月宗何人 我去帮你下来 好 好 你不认死 关掉 军君 真是 你弄命 我去帮你 用来 打浪 你 别说 但是,现在这小子得跟我走 前辈,这究竟是什么地方? 我怎么感觉好像不是一般人的玩意? 有人在破警惕的封印,怎么可能? 那你的书口十分隐秘,你也可去查 是 乖乖成为我的群下之臣,你所求的一切,我都可以给你 我要你,死 给你生路你不走,天要往死路上送 诸葛前辈,什么风把烟吹来了? 这小子是来找师父,衡月宗的楚宣而已 奇怪,大家看到我怎么都跟见了鬼一样 叶辰,你没死 师父,你是在为我流泪吗? 凌双姑娘,你要找的人 师父,你刚刚是不是在为我流泪? 霍叔,你没个正经 你既然还活着,为什么不烧个信回来? 不是担心死了? 我 你什么便? 不许小便 看我怎么发的 等等等等 师父,突然知错了,快放手吧 听说叶辰回来了 还不快搬见长教师兄 他就是我们恒月宗的长教,杨鼎天 叶辰见过长教师父 能从丹鬼的手中全身而退 看来你的本事不只是能打败齐阳这么简单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你师兄 柳翼,真传第一 亦是我门下弟子 柳师兄,御后还请多多赐教 叶师弟客气了 剩下的师兄是简文 他们说明日在与你相见 竟然把叶师弟认成了鬼魂 愧为真传,愧为真传哪 既然你已经回来了 明日三宗大笔还是由你出战 是 话说完了吗 初葛前辈 初葛前辈 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 您是来观摩三宗大笔的吗 我来干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 现在这小子得跟我走 前辈,您要带我去哪儿啊 你忘了大爷要帮我一个忙吗 走喽 走喽 诸葛前辈,我们好像被人跟了一路 是郑阳宗的人吗 他们不跟着才不正常 小子,你继续往前飞 我待会儿跟你会 诶 乒 我 你 差点摔死 你们这么喜欢跟踪 不如来玩捉迷藏吧 诸葛雨发现我们了 大家稳住 我要被迷惑了 这武器太浓了 什么都看不见 这些冲出去 那让诸葛雨溜了 说得对 你在干什么 怎么朝我这边撞过来了 明明是没有非同方向了 你干嘛撞我 是你撞的我 小子 来了 前辈 你甩开他们了 烈石小技不止一滴 这是遁地府 你拿好 遁地 我们要去哪 去那座山的地底 你们死死盯着那传送法真有什么用 我偏不走那里 小子 这道石门有特殊的封印 需要你的真火才能解开 前辈 这究竟是什么地方 我怎么感觉 好像不是一般人弄碍的 那当然 这里可是郑阳宗的禁地 禁地 擅闯这种地方 后果很严重 我不配你玩了 果然被这老头坑了 你走啊 你走了 我就去跟你师父楚仙儿说 你言而无信 不守承诺 我还要告诉郑阳宗和横月宗 是你夜臣带我来禁地的 前辈 你这话说出去也没人信吧 我一个无名小卒 知道自己是无名小卒就好 你也看到 承锋和杨鼎天对我的态度 你说他们会信谁呀 这老头也太不要脸了 简直厚颜无耻 好吧 我答应你 嘿嘿嘿 这就对了 来吧 小的 掌椒 掌椒 发生什么事了 有人在破禁地的封印 怎么可能 那里的入口十分隐秘 而且有空明镜六重的长老感受 立刻去查 是 这里好美 到处都是灵石 而且能感觉到相当充沛的灵气 当然了 这可是大地灵脉 你也赶紧装一些 机会难得 真的吗 大地灵脉 那我可不能错过 嘿 前辈 跟着你还是有点好处 好了好了 这下子不够了 不处 正阳宗的人过来了 而且不止一狗 那 那快逃吧 不行 对方的修为都在空明镜以上 我倒是能走掉 但你就难说了 这是隐天灵符 能暂时帮你隐匿身形 等我引开他们后呢 你就赶紧出去 前辈 等等 这 立刻进入大地灵脉探查 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 是 有亲者 追 看来是走了 诸葛前辈虽然爱耍滑头 但还挺讲义气的 我也赶紧离开吧 隐天灵符的效果 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 成坤 他居然没去追诸葛老头 没发现 咳 终于走了 不对 我还没出去啊 果然就凭我一人挡不开 要被困死在这里了 什么声音 似乎是从下面传来的 神龙 伯人 你的六道仙伦眼从何而来 他竟然知道六道仙伦眼 就就是何方神圣 不回答呢 无法左右不过是他人之物 凡人 你也不要跟吴做个交易 交易 什么交易 吴将你送出这地理世界 作为回报 十年之内 你回来之吴冲破封印 离开这个地方 你真能把我送出去 我当然可以 这是 焚身秘法 你可以将这些分身留在此处 他们能代替你吸收灵气 传送到你身上 还有这好事 我还知道很多秘书 能使你的修炼事半功倍 怎样 现在可愿能无做交易 几个糟老头子 缺什么追人这一头 这只是 我头儿好怕呀 小奶奶 我死为止了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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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回去查所有来客 谁不在 谁就最有嫌疑 那夜臣 总是我正阳弟子 势力怕外的东西 这阴明死将 便知的如何了 将修为 与生前一致 同等修为的修事更加 长教英明 只要有了这阴明死将 何愁不能一统难处 别的东西 还有仇吗 遁地 我们要去哪儿 去那座山的弟弟 那当然 这里可是正阳宗的禁地 这可是大地灵脉 你也赶紧装一些 机会难得 前辈 跟着你还是有点好的 什么声音 似乎是从下面传来的 我还知道很多秘书 都是你的修炼事半功倍的 怎样 现在可以跟我做交易 好吧 听起来不愧的 不过你总得先告诉我你是谁吧 太太虚鼓狼 太虚鼓狼 太虚鼓狼 那个传说中的龙族祖先 太古时代至高无上的霸虫 算是 说起来 你刚才是答应我 这什么鬼东西 这是龙族建政 过十年内 龙将无旧出去 你将在晋州下化为灰烬 万劫无福 好了 走吧 记得无与你之间的约定 喂 之前没说有晋州啊 不再这么玩呢 太痛了吧 再商量一下呀 二十年行不行啊 所有来宾的住处都要查 每一个门派的人 必须一一核实 是 吴长老 深夜来此 不知是发生了什么事 刚才有人擅闯我宗门禁地 张教命我们连夜调查 叶臣跟着诸葛前辈出去 我还要回来 我不是 姿势体大 还请见谅 给我搜 是 是 顶告长老 名单上的参赛弟子都在里面 打扰了 等一下 名单上的人确实都在 不过还少了个人 叶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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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吴长老 就是那个你签字赶出去的废物 叶臣 也行是郑阳宗的弟子 没错 但他在任务中不断大义 被废了丹田 我们郑阳宗从不养废 便他自行离去 倒是没想到 他竟投奔了横月宗 弟子为宗门流血受伤 下场竟是被当成垃圾一样扫地出谋 郑阳宗身为三大宗门之一 这立宗行道的方式 可真是让人开了眼 我们郑阳宗如何 还不劳你费心 叶臣到底在哪儿 你们要是说不上来 你带怎样 师父 师父 怎么了 叶臣 你还敢回来 什么意思 这句话该我问你才对 吴长老 有什么证据证明 是我徒儿闯了你们的劲 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抓人 是要打我们横月宗的脸来 吴长老 不如先听听叶臣的说法 我倒要看看你能有什么说辞 叶臣 你方才同诸葛鱼在一起 他是不是带你闯了我宗禁地 我刚是跟诸葛前辈在一起来着 不过没说两句话 他就走了 后面 我就去看星星了 看星星 你骗三岁小孩呢 吴长老 找到诸葛鱼了 在哪儿 在 在对面的山坡 他说在 看星星的 什么 就说我是被冤枉的吧 吴长老 人你们也找到了 那么我们就 不送你 你给我过来 师父 师父 我错了 师父 你别拉脸 没证据证明是叶臣和诸葛鱼闯的禁地 杨丁天和楚旋儿咬死不肯放人 没能把人带回来 还请长交恕罪 那叶臣曾是我正阳弟子 吃里扒外的东西 吃里扒外的东西 好惊人的对决 好大的威力 好大的威力 见过长教 师父 今夜没什么可疑之人出现吧 无疑之在此 未见到有可疑之人 对阴民死将练制得如何了 长教放心 一切顺利 无疑检验过 这些死将修为与生前一致 因练制密法特殊 他们肉身极其强的 防御性比同等修为的修饰更强 一般的手段是杀不死的 长教英明 只要有了这阴明死将 何愁不能一统难处 这一切 迟早是我们正阳宗的 长教英明 不必管诸葛羽和叶臣那小子了 多派点人看住禁地便是 只要宁霜能在大笔中夺冠 我正阳宗之名自然威震四方 别的东西还用筹吗 南疆齐家到 西蜀司徒家到 冬月上官家到 上官家也来了 还有个美人呢 这老头谁啊 诸葛羽呢 这你都不认识 这个大美人又是谁啊 哪有美人 哪有美人 等我道了你 让开 青云宗到 不愧是青云宗啊 这气的 横月宗到 横月宗这么多美人啊 叶臣 他不是被赶下山了吗 不认识吗 他来不认识吗 不认识吗 这位子 太行为了 你的废物也要 冯月宗可真会见波兰 郑阳宗的人来了 这就是玄陵之艇啊 真是风华绝代 这么美 还这么巧 同外中没人能答应他吧 你怎么了 没事 走吧 三宗大比 乃我南楚三宗自古传承 为验收年轻弟子实力而举行 大道艰险 弟子们增长尽异不易 故本宗此次准备了一枚五文灵丹 作为第一名奖励 五文灵丹 这郑阳宗好大的手笔啊 这成小的倒上很快 本次大比夺冠 必然是玄陵之体 这灵丹不就前脚从他正阳宗出来 不脚就又回去了吗 那么 我宣布 三年一次的三宗大比 现在开始 请各宗们真传这词上前抽签 本次大比 三宗各派出九名真传弟子出战 共分为十三座 两两对决 抽到十四号的弟子将轮空 直接晋级下一轮 十四号 叶臣 叶臣 你这手气真不错啊 什么 叶臣抽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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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手气 也太厉害了 我真是转晕了 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求他秀为最弱 居然抽到轮空 第一场 风月宗食言 对战正阳宗薛尹 叶轮空 人呢 人在哪儿去了 是 隐身术 没想到 他竟然会隐身术 誓言师兄 隐身术可不好对付 小颜子麻烦了 这是 隐身术秘乏 行人也 让我赴血隐身术 结束了 有小领 正阳宗 薛银胜 下一场 将由青云宗周傲 对战恒月宗烈风 这恒月宗运气也太差了嘛 帝位弟子 几乎全部遇到了高位弟子 恒月宗恐怕撑不到聚三 却会全军覆没 这就是玄灵之体吗 真是风华绝代 这么美 还这么巧 我宣布 三年一次的三宗大笔 现在开始 这是 隐身术秘乏 行人也 让我赴血隐身术 看来马上就见书营了 这仙闻眼真是个宝贝啊 要是其他招式也能复制 杰神术秘书 千云 还不像叶 朱云 唐 第一场正阳宗薛隐胜 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的 恒月宗会说是必然 就是 下一场将有青云宗周傲 对战恒月宗叶峰 征阳宗白一声 虽说用线轮眼 趁此学会了诸多密疏 可恒月宗竟然连输三场 这恒月宗运气也太差了吧 第一位弟子 几乎全部遇到了高位弟子 恒月宗恐怕撑不到决赛 就会全军覆没 接下来将由拥有玄灵之体的正阳宗 基宁霜 对战恒月宗的阳斌 对战恒月宗 竟然这个时候对上玄灵之体 死了 与我 与我 线轮眼 与我 与我 走去了吧 那就是这一代的玄灵之体吗 果然很令人惊艳 我赌看 那个对上他的小子 能撑多久 堂堂横月宗第七真传 我赌他撑不过一个回合 老袖赌三个 好戏要开始了 请允无欺 秦者 秦也 金凌双 你有秦星吗 他就普通弹琴 其实有些不对劲 请允无欺 你看 发生了什么事 红月东凛笔已经倒下了 老夫自以为见多不怪 没想到今日 还是大看眼界 出体伤魂 这便是玄灵之体 不是当我对上你 会有几分的受算 果真只用了一招 还是圣主眼力好啊 九幽仙取 这玄灵小米娃很不简单 好 太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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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最后一场 有红月宗柳毅 对决正阳宗华云 柳毅 这里台阶高 要是你跌倒了 砸坏了花花草草怎么办 好 气息如此紊乱 难道是受了刀伤 伤了神魂 估计连六成功力也发挥不出来 师兄 要不还是算了吧 恒月的弟子从不会聚战 可是 放心 我有应对的办法 就你这状态 连一个人缘境都不 凭什么跟我打 就这儿 柳毅 你们恒月宗 今日输的那些人缘 也那么能看 也不差你一个 不如现在给我磕个头求饶 我还能让你不要那么丢脸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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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 天剑 那种以人烧精血为代价 短时间内提升体内潜入的技术 师兄是打算以命相搏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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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招式怎么看起来很相似 这两种秘术系数同源 都由三宗始祖的太无极道法衍生发展而来 始祖先世后 三宗后人因太无极道法起了分歧 分成了两个人 一派眼天地为太极 也就是你柳世兄的太极眼光 一派画天地为阴阳 也就是画雨所施展分了一起 这两种都是上乘秘术 各有千秋 能量发挥到极致 是极可怕的 来 齐眼天 阴阳无击 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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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极大山又发作了 金术只能短时间提升占领 而且反噬严重 他怕是撑不了对我 破 走 走 这就是横月宗真传第一 看来你们横月宗很缺人哪 什么歪瓜猎草都收 幻云 别太嚣张 看我撕了你小子的嘴 站住 还轮不到你们插手 可是 吴长青 你还在等什么 杨顶天 你急什么 兴许柳翼还能站起来也数不定 今日最后一场 郑阳宗话永生 华云 你最好祈祷 不要让我在站台上遇到你 你是什么东西 不就是一个被我郑阳宗 赶下山的废物 仅此而已 希望你到时还能笑得出来 昨日二十六人比赛 最终晋级十三人 加上一人轮空 共十四名弟子 现在开始抽签 虽稳住了命安 但修为禁匪 往后 亦不能再修炼了 华云 华云 你等着 华云 竟然是他 今日第一场 由郑阳宗薛尹 对战恒月宗夜晨 是昨天抽签轮空的 杭月宗那小子吧 就是他 不用比 就直接晋级了 不过他的好运 今天怕是要到头了 对着了那薛尹 简直毫无赦错 叶臣是吧 我看这一战 根本就没必要 识趣点 还能给自己留点面子 你们宗门人 总爱自说自话的毛病 得改改了 看啊 倒何时 哼 又是这招 彭月宗那小子要倒霉了 你不想念 干什么 这场别打了 白夜的实力不容小觑 我不想你受伤 叶臣 怕了 为神唤醒 啊 糟料完了 这个是我们 好叶我呀 叶臣 是不是很絢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恒月宗真传第一 看来你们恒月宗很缺人哪 什么歪瓜猎嫂都收 这么精准 叶辰是不是看穿隐身术了 这也太逆天了 叶辰 你耍的什么阴招 比你厉害就是耍阴招 告诉你 隐身术对我没用 别白费功夫了 去取人缘景 也敢口出黄言 叶辰 你活腻了 太慢了 叶辰 叶辰 杀了你 叶辰 不好意思 看来你要输给我这个人缘景 叶达 赢 赢了 叶辰居然打败了薛尹 还赢得很轻松呢 薛尹根本没有一招击中他吧 这师弟 生猛 太生猛了 彭越宗夜沉 是 你小子 干得漂亮 师父 我没给你丢脸吧 特色 下一轮 你可不会再有这种好运了 走着瞧 这小子有意思 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表现 恭喜你 如愿以偿了 看待会儿还笑不笑得出来 彭越宗夜沉 对战郑阳宗白翼 遇上白翼 这运气算是到头了 打败轩眼啊 我看就是偶然 白翼可是郑阳宗第四战船 这下斗大霉了 夜沉 这场别打了 白翼的实力不容小觑 我不想你受伤 好吧 我听说 夜沉 你怕了 这场我横跃宗日 夜沉 你 师妹 我为人素来宽厚 要不要给你时间 留两句遗言 废话真多 自量力 哪张 夜沉 走不了晚不了 这个时候来 考验我呀 你所愿 怎么可能 夜沉这么强 夜沉 一二 无需再留守了 夜沉 这可是你自找的 本身换性 夜沉 你打不过去去 居然打不散 是本尊 可 都要不起啊 夜沉 早点认输 还能有个体面点下着 没想到白翼 就会分身密疏 此书可将施术者 分成无数个幻影 本尊可在幻影间 自由移动 幻影虽不及本尊厉害 却可有无尽解体 这样白翼 岂不是拥有无限生命 那夜沉 好也被他耗死了 非夜 分身虽可无限解体 但只要本尊灵力耗尽 分身就会消失 化颜值 接下来比拼的 就是他俩的灵力了 但白翼是真阳将 夜沉是人缘将 灵力上 夜沉 你可千万别逞将 雪山 你可千万别处 你可千万别 这把你灵力 你干什么 让你想在家 怎么能在这活活耗死你 我看认输吧 他的灵力怎么比得上白亿 没意思 赶紧下一场 白亿 灭了他 灭了我 我可是留了分身在大地灵脉 若润起灵力 我才是真正的无穷无尽 这么久还没分出胜负 聂臣居然能撑这么久 白亿的分身好像越来越少了 我 看来还是太过于小看的 该死 不是个曾经被废过担天的废话 哪来的这么多灵力 没力气了吧 那可就轮到我了 结束了 不 等等 不等 不等 又 又赢了 又赢了 打败薛阎之少偶然 那打败白亿呢 对啊 对啊 这回总不能算是巧合了吧 哎 残了可不怪我 要怪就怪你们郑阳宗的人 太不金打 混账 你 欺人太善 什么 不服来战 你 死了 Fake 这 敢偷袭 啊 啊 够了 成坤 你们郑阳宗的弟子 未免太无法无天了 鄙视尚未结束 竟敢公然偷袭 若不是夜臣反应快 岂非要死在你弟子手中 少啊 物造 我自会给你们一个解释 夜臣 还不放了他 那问成长将 要如何处置他 我如何处置 还需要向你交代吗 你们郑阳宗的弟子违规偷袭 我险些命丧他见 你是为郑阳宗长将 难道不该向我交代吗 长将息怒 一会儿还有闭事呢 你想如何 我夜臣也不是无理取闹者 这样吧 你给点钱补偿一下 这件事就算了 那我要是不给呢 夜臣 你竟敢当面伤害我宗弟子 他在未宣布结果前 便踏入战台 公然干预大量 还有阴招偷袭我 我就算将他救地证你了 你也无权治我的罪 郑阳宗举办的大笔 弟子却不受畏惧 传出去真是笑死人喽 所言其事 就是啊 比赛怎么能偷袭呢 夜臣赢的光明正大 郑阳宗也不至于这点钱 都拿不出来吧 给他 得嘞 爽快 不过郑阳宗弟子的命 也就值五万里十 你真的有一个大的 这是记忆 这才可 真是 大死啊 是 师父 孝敬你 你真是胆大包天 叶辰 爽 爽 太爽了 我看 成坤是要被气死了 下一场 郑阳宗姬宁宁霜 对青云宗周傲 伏鸭 这一次你渡几招啊 朱奥乃青云宗第一针船 拥有先天钢气 怎么也能撑过十个回合吧 我赌他撑不过三个回合 三 三个 这也太 你等着看 朱奥身负先天钢气 就算是玄灵之体 也无法轻易获胜 依我看 鸡宁霜未必就多了不起 鸡宁霜 即便你是玄灵之体 我也绝不畏惧 严重 请指教 请指教 语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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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谨慎以这种威力引起 这盈霜 恐怕也承受不住 这盈霜 恐怕也承受不住 就结束了 这盈霜 甚至没撑过去三招 竟然千天钢气都能打过 几灵霜 几灵霜 正阳宗有玄灵之体坐镇 想必拿下三宗大笔第一 不叹能持 既然如此 我等就不讨扰了 三宗大笔之后 这难受的天 也该变一变了 叶臣 这次三宗大的 一定一个人员 竟走到这一面 已经走光了 正强 这三宗大笔 我一定要占到最后一刻 这小子有意思 不知道接下来 会有什么表现 王岳宗叶臣 对战正阳宗白亿 我为人素来考虑 要不要给你 时间留两头一眼 两地 这一场 正阳宗姬宁宁霜 对青云宗周傲 诸位如此厚礼 实在让本座措手不及啊 陈宗主 这次三宗大笔 正阳宗力压青云横跃两宗 我等只是略表恭贺而已 是啊 此礼不足挂齿 陈宗主莫放在心上 正阳宗有玄灵之体坐镇 想必拿下三宗大笔第一 主探能求 皆是我等 想让族内优秀子弟 败入正阳宗 不知可否 是啊 陈宗主 陈宗主 诸位大可放心 我正阳宗 向来主张海纳百川 又岂能将人才拒之门外呢 既然如此 我等就不讨扰了 诸位 这边慢走 多谢 三宗大笔之后 这难处的天 应该变一变了 三宗大笔 四强名额中 清云宗全军覆没 彭月宗为弟子幸存 其余三人 皆为正阳宗之人 姬名霜 华云 韩俊 弟子先前 早已得罪成坤等人 所以 无论明日抽中正阳宗哪一位 都是一场死战 给给给 你开始不穷 现在又卖财 你还要来体验啊 谢臣这口才 比我还会敲煮杠 再次谢谢各位打赏 叶臣 这次三宗大笔 以你一个人员 静坐到这一步 已经足够了 就算现在放弃 宗门也不会怪你的 正教 这三宗大笔 我一定要站到最后一刻 你我就此分手 双儿 你在说什么 有些事我必须去做 否则我念头无法通达 四强名额 我正阳宗战齐三 未显公平无私 叶臣 叶臣 你的对手就由你自己 抽签而定吧 还以为会针对叶臣啊 正阳宗 果然有大宗旗盼 不知还收不收人 没收人 行行 正阳宗也懂公平对待 真是让我授手落惊 正阳宗第二真传弟子华云 华云真阳境足足比叶臣人缘境高一个境界 有好戏看 宁双师姐 我们那场就不用比了吧 我人输 师弟 承让我 叶臣 想好怎么死了吗 叶臣他干嘛 要齐全吗 柳师兄 借你太极剑一用 师弟 能战则战 千万不要有压力 切实丝毫不许唬人 难怪有事无苦 这叶臣真是人缘境啊 这种别小的把戏 就别拿出来丢人现眼了 正阳宗华云 对战恒月宗叶臣 比赛开始 人缘境匹提真阳境 徐掌声势罢了 这叶臣真是小看你了 正好我还怕赢得太轻松 有点无聊呢 想看我 龙风剑枭 来得好 天刚戒针 去 找开我 我没养花吧 我们竟然被一个人员 竟压着的 这夜神竞争 一命相补 兽族的兽心弄 这小子竞争得如此熟悉 真挖云在搞什么 很好 夜神 接下来你可千万别死太快 我会的阵毒 别不让轮转 这惊气什么鬼 原来如此 在这八卦图中 我的力量和速度都被压制了 画园却不断得到增幅 这画园的八卦阵图不简单 而两道阴阳剑气 更是由特殊防复进而成 拱手兼备 这样下去 夜神输都胜上 真是狼狈 就像一条丧家之犬 但还想较到决赛 灵旦 天 闲天钢气 这不是上官家和周家的不传之密吗 夜神怎么会的 月儿 怎么没听你提过夜神通晓闲天钢气呀 我 我也不知道呀 这 这怎么可能 你们有学的这闲天钢气 你猜 找死 闲天钢气 金刚难破 果然不错 抗宾 这花云算是败了 倒杨总脸丢大了 叶辰此子不可限量 够厉害 这是你逼我的 年龙包他 这明镜已伤才有个本命灵气 就算华云最后赢也不光彩啊 哪一个人远镜 居然还要动用本命灵气 要不要点脸啊 诸葛前辈所言其事 我清云宗随全员淘汰 那已数得光明磊落 这本命灵气一出 再打下去 夜城会没命的 夜城 已经可以了 是啊 夜城 快点下来 我要在城农了 师父 我还没输 既然你先找死 他可就惯死我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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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腾住吗 夜城真的只是人眼睛吗 这小子是妖孽了 躺避当车 你 别我救了 圣日为王 我侯约彤认输了 可以放来夜城了 杨总主 你当三宗大笔 是凡人武夫点到为止的儿戏比武吗 按三宗大笔规则 夜城想要认输 得他亲自开口才 HELстро 什么勾逼规则 你们就是故意想叶臣死 他叶臣不是一身蒸蒸傲骨 宁死也不愿意认输吗 难道不该成全他 成长教 还请卖我横月宗一个人情 放了我徒儿吧 楚轩二 这可不是求人的姿态呀 那我要如何做 成长教才能放人 跪下来求我 你也配 怎么 还想在我正阳宗动手不成 我跪 岂父 我准跪 还没有被镇压 你活开 你活开 武手硬碎灵气 他还是人吗 他人缘精华是假的吧 不 不 不信 我不信 叶臣 这也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杨无极 杨无极 当日你羞辱我柳一世羞难 今日我将用他的剑 他的秘术 光明正大打败你 叶师弟 也是为此向你借借 害其掩天 他就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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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帅了 我 我认 你说什么 不服气还想战 那我成全你 这就是你们的第二真传 那郑阳宗不过如此 这叶辰算是彻底出名了 人员竞第一人啊 现在这郑阳宗肠子都毁清了吧 你我之间是时候有个了结了 那我赢了 师父可以给我亲一口吗 可以啊 脱衣服来衣服 我也可以哟 长老不必担心 当日与叶辰提出分手 我已做好将来为敌的觉 明日之战事关宗人生育 明霜定当全力 此战不问生死 只产欲 正该如此 人员竞匹体真阳剑 虚掌生事罢了 谁眼花吧 花云竟然被一个人员竞压着他 我已不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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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不养无极 今日我就用他的剑 他的秘术 我王明正大打败你 太极掩天 这就是你们的第二真传 那郑阳宗 也不过如此的 我 我然 我已不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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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要养 我已不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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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再和他 你必须林荣 看其中 这就完毫了 你必须的 我已不养 我已不养 我必须 你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为师不知道 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 但身为女子 能感觉 她对你有种特别的态度 我和她 曾经是恋爱的 所以我黎世 在三宗大笔上 一定要让她和那些 曾经轻视我的人后悔 我还以为多大的事 既然小了 就去给我赢下来 都走到这一步了 你嫌种种恩怨 也该了结 那我赢了 师父可以给我亲一口吗 可以啊 脱衣服都出 脱衣服的话 我也可以 有点醉了 既然叶辰已经有所决定 那我们全力支持便可 要从长毛怨 明日决赛可准备妥当 张老 今夜来此 是有事与你相商 昔日夜臣丹田被废 沦为凡人 我因门规将其赶出 你也知道郑阳宗的规矩 丹田一岁之人是不能再留在郑阳宗的 更何况是情报阁 既然你们无情 那我夜臣从今天开始 就不再是郑阳宗的人了 此事虽非我本意 但对夜臣确实造成了伤害 但你不一样 你为了保护他假言分手 先夜臣已然恢复 你不如说清误会再续千元 这样一来 明日决战你既不会心中为难 又能成为一段神仙眷里 至于长教那边 哪怕凭了本座这张老脸 也愿替你说上一说 长老不必担心 当日与夜臣提出分手 我已做好将来为敌的绝务 明日之战事关宗门声誉 明霜定当全力以赴 张教 我已经敲答过您说了 如此 只待他赢下明日三宗大笔的决战 我郑阳宗一捅难处的大业 就被顺势推行下去了 想不到三宗大笔决赛 彭月宗既杀出一匹人员既黑马 可惜对手是千年难遇的玄灵之体 你说这夜晨能成几回合 碧尤姐姐 我终于可以来和你一起做了 你又有什么祸事了吧 没有啊 那什么 碧尤姐姐 你说夜晨能成过几回合呀 夜晨虽然打败了华云 但实力同样胜过华云的周傲 只在机灵霜手中撑了三个回合 我估计 他也只能撑三个回合 圣主 不如你我再赌一赌 那夜晨能在玄灵之体手中 撑几回合 三个 巧了 我跟圣主想法一样 无气 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晚 这郑阳宗居然弄个盘口 赌夜晨能撑过一回合 两回合还是三回合 我们去赌 去探来探情况 说吧 你们能押我撑过几个回合呀 瞧师弟你说的 我们当然是押你赢了 那你们发誓 今日就拿你横月宗 当我郑阳宗一统难处的 第一会儿他就是 今日三宗大比最后一战 由郑阳宗机灵霜 对战横月宗夜晨 接下来 去给这个 乃琳寗 你不能帮我 我乃琳寗 在这儿 乃琳寗 你别说 你不能帮我 不太把我 他不太把他 这架子 我 大庭广众 这小子敢如此胡来 姐姐 等下他下来 我替你收拾他 看来他还是没有把我能赢 我没想到会有这一天 与你而言是 但我却等这一天很久了 我女神说话了 他俩认识啊 以前在郑阳宗 叶辰和金宁双是恋人 难怪我觉得这叶小子陶渊 这风流有我当年一半追兵 他们曾经是恋人 的 的确很般配 此阵 这叶辰是金宁双的琴音杀招 又是先天钢气 银双施节可无是坏 这叶辰竟然能无视金宁双的琴音攻击 阴波无色无形 他是怎么挡下的 竟是内外皆用钢机包裹 天钢剑阵 接下来该我了 这叶辰竟然能让我刺激 他统然能让我刺激 但我已刺激 找一刺激 压得灵石全输了 我完全没想到 来 陈希 陈希 可以结束吗 你自作主张的样子 真是一点都没变 薛颖的隐身术 八卦阵图 恩师幻影 我的招是他也会 我的也没学去了 真是见鬼了 他怎么学了 弓神军 救生占领 弓神军 救生占领 救生占领 而人家机灵霜随随便便一召 他就伤了 开始认真的吗 能吗 姐 你没给夜尘摘下月影七星环 我还以为他早摘下来了 月影七星环 是不是每辆一颗星是五百斤重量 夜尘实地辆了七颗 三千五百斤 也就是说夜尘从三宗大笔开始 就一直负重着三千五百斤的重量在对战 三千五百斤啊 这个人员镜要不要这么吓人啊 真变态啊 好久没这么轻松了 抗龙 玄灵之体竟被压着打 看着我眼着夜尘了 如此天才弟子 郑阳总是失心疯了才赶出去的吧 此次前例非凡 踏实必成大计 腾跃宗绝起勇望 一天强投操 想两家下注 另看我郑阳总予不允许 刘成 无必留守了 是 一面花开 走 这是 这是万术 金芮 展明师傅 叶成怎么不动啦 一面花开 只有玄灵之体才能朽醒的天赋神通幻术 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幻术 无论如何防御 心身都会被拖入一个万化幻境 无法脱身 偏偏幻术 我还没来得及教他 更别是如何破解了 一般破坏术的办法 对一念花开始没有用的 你我的因果 就由此斩断吧 叶辰 快醒醒 风回目转啊 竟然又让叶辰伤到了玄灵之体 还是下去吧 你不会是我的对手 高高在上的同情和黎明 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胜中 这莫不识 一七五啊三七五 凌双此招一出 胜举已定 想不到三宗大笔决赛 恒月总继杀出一匹人缘际黑马 师父 月亮徒儿放肆 我没想到 固有这一个事 与你而言的事 但我却等这一天好久 这是 小万数 一人 就由此斩断吧 是 还不 那 恒月总继杀出 人 这个 要我就是找到破绽 若说找到破绽的话 找到了 峰回路转啊 竟然又让叶晨伤到了玄灵之体 这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破了一念花开 看来 我们还是有点低估了他 我那个乖乖 一念花开这等霸道幻术 都困不住叶晨 诸葛爷爷 一念花开很厉害吗 哎呀 传说有个玄灵之体施展一念花开 将某个宗门的人都拉入幻境 待再回到现实时 那些人的一身修为 你全部三起 好多年都没有这么心惊肉跳了 凡是这小子的事 就没有正常和安守了 还是下去吧 你不会是我的对手 高高在上的同情和怜悯 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罢了 这是什么秘法 两道分身圈 真的拥有跟本体同样的实力 圣主 这我不是 一气化三清 想不到这种天赋什么 他竟然也觉醒了 明霜此招一出 圣军已定 他这如此霸道的秘书 必有时间限制 现在要做的 就是拼时间了 掀铁钢器 你的八卦阵头 分身幻影 开 夜城真气又不完呢吧 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啊 难过期许如此吧 原来是有后颜色 多打赏 谁不会 便义遗凡 三千花剑 不不选仙尘 九千玄灵 阵 九千玄灵 阵 九千玄灵 灭 九千玄灵 灭 玄灵之体的天赋神通 玄灵禁服他 夜城如果扛不下 恐怕会被当场诛伤 夜城 室妹 让夜城认输 夜城一路走来 哪一战不是在生死之间 能走的 每一分 每一丝食 都收命停回 我们要做的 就是绝对相信他 我宁可替他收尸 也不会再替他认输 可已死了 夜城 夜城 认输吧 夜城 怎么办 再这样下去 必输必死 天际 这本天智密疏 以燃烧精血寿命 强行提升力量了 走吧 皇宅 玄陵之体也不是不败的 直到夜神是真阳静 刚才那招恐怕已经赢了 你让我很意外 但仅是这样 依旧赢不了 那这样呢 一气化三清 他竟然连这个眼光 我要疯了 这小子到底什么来着啊 这小子到底藏了多少秘密 看来不是玄陵之体 无法完整使着 但也足够了 继续 闲天刚气 八卦阵徒 分身幻影 开 挨打了这么久 是时候回去了 青霓霜不会输吧 这夜神前地远胜玄陵之体 这样都肠子都会清了吧 夜神必须死 没有如此 方明证明本座当初所作所为 没有错 你说 此战不容有失 快用本命灵气杀了夜神 人家对决关你屁事的 从开始到现在你喊几天了 好大也是一宗之主 就这点计量 凤神与我同等实力 就一几个倒下了 倒不了 又攻不破 看来只能够有仙伦禁术的天照了 小子 你的仙伦禁术对玄灵肢体无效 无效 这是怎么回事 我只说对玄灵肢体无效 我不是对九天玄灵眼无效 既然如此 那就有天照 破了这九天玄灵眼 六道仙伦眼 他怎么会有六道仙伦眼 仙虎 仙伦眼 天雀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天照 月臣昨眼是怎么回事 好诡异的眼瞳 月臣这眼睛似乎来历不凡呀 月老夫几百年阅历也从未见过 或许又是某种秘书吧 我总是博览全书 也不是无所不知的 我也是第一次见 一招决胜负吧 这是天地之力 玄灵之体之所以同结无敌 就是能勾动天地之力为启用 一不到七宁圣小小的眼睛 却已能勾动风水墓三种天地之力 哎 终究是夜臣输了 夜臣是不会输的 虽说没有素声 但夜臣表现得越不凡 败了之后 越能凸显凝霜的五蝶之姿 哪怕是不是天才 也要被正阳中的天骄 踩在脚下 我没有自现挡下你这最后一场 但 绝不会认输 我如日中天 我便破了这个天 那是真火和天雷 真火天雷 为我助战 真火雷天 真火雷天 你还准备开 我还准备开 我准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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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 你竟然输了 是啥的 这到底是什么实力啊 我输了 你我因果就此了解 恨过我吗 恨过我 但现在已经无所谓了 你我因果也了 前尘往事如烟散 珍重 后会无期 恒月宗 夜臣 上 恒月宗 夜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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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你 一招 决胜副吧 如如日中天 我便破了这个天 灯火天雷 为我助战 灯火天雷 灯火天雷 迦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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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 我沒給你丟臉 沒有 我是為你自好 那 那師父別忘了 那 脫衣服給我看 都傷成這樣了 還敢有嘴滑舌 我看你還是沒被教訓夠 你小子 風頭出大法 沒事吧 傷得好重 夜神贏了 他戰勝了玄陵之起金零雙 夜神贏下了大筆 勝利屬於好遠走 夜神才是百年男女的奇才啊 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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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陵之起竟然白了 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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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真讓這小子贏了 必料之中 走吧 今天的熱鬧也算看過我了 紅玉宗壽 易城 倒是第一次聽出這種名字 有一點兒 有一點兒意思 什麼 夜神戰勝了玄陵之體 得了大筆第一 上天眷顧 我橫月是要出個奇才呀 楊掌教惠人不倦 手下弟子個頂個的有能耐 幸慎哪 此番大筆結束 無人可再輕視我橫月 這般藥武揚威招搖行事 還不知要給橫月招來多少麻煩 楊鼎天這個掌教做的 可真是秤職啊 現今我橫月人才北出 即便有心作亂 也要有那個本事才行 我看不必多慮 夜神是楚玄二之徒 在風雲台贏了我徒二 已是初進風頭 現在又奪下三宗大筆第一 恐怕將更助長 那陽鼎天一派的威信了 你也承認只能冚 小貝德之便猖狂 這要看我大不答應 勝利既然屬於橫月 那橫月也曾邀請過我們 不如 诶 我记得第一名的奖励 有一颗五文灵丹来着 五文灵丹一颗 上等灵气一件 零时二百万 程掌教 快些奉上奖励 我们还赶着回去庆功呢 郑阳宗本以为必是姬宁双获胜 才敢拿出这么丰厚的奖势 不成想 却叫夜晨赢了去 这下可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程掌教 这三宗大比乃是传承 一言千金 从不能反悔吧 程掌教 还是快快将奖励赠予横月吧 灵丹虽珍贵 也不至于让你偌大一个宗门 从此败落了 这些人明明昨日还答应 要加入我郑阳宗 今日却胳膊肘往外拐 拿去便是 我真是五文灵丹 真是大手臂啊 要不干脆抢了就跑 这可是人家拼了命赠来的 你也好意思抢啊 什么 夜晨可是我的恩人 你敢这样做 我不会饶你的 你这话说得不像恩人 倒像是小情人 我不过是看他如此辛苦 不忍心罢了 看什么看 无聊的 师弟 你没事吧 此丹能顾本陪人 夜晨 你快吃下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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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破三关 人缘境第八重了 不愧是五文灵的 走吧 叶辰 怎么回事 叶辰 你怎么了 怎么回事 难道是刚才受了什么暗伤 他的行为在不断下降 这 这怎么回事 叶达人员进五重啊 好狂躁的气息 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 恕骨丹 诸葛前辈 什么意思啊 刚才叶辰所服下的那个丹药 乃是专废人根基的恕骨丹 什么 恕骨丹 这 这也太狠了 闻着恕骨丹 这吃下去还不要了命了 这 这是要废了叶辰啊 你 长坤 下座倒队一个弟子出手 你 我唯一一组之处 杨教 我来助你 是神魂攻击 杨掌教 可还记得这是什么地方 在我郑阳宗大大出手 未免太过造刺 阴正 你们欺人太甚 叶辰光明正大拿下大笔第一 成坤却如此诡计暗算他 若不给我们个交代 我恒月将不计代价 向你们开战 按算 杨掌教何出此言 我们许诺第一名将得到五文灵丹 这嗜鲁丹 是诸位眼睁睁看见的 货真价实的五文灵丹 没骗人吧 确也不假 的确是五文灵丹 那便是了 杨栗既然奉上了 怎么处置是你们的事 叶辰是自己自愿吃下去的 又没人逼他 杨掌教这样冤枉人 可就输不过去吗 死多厉 记恨叶辰赢了你家吉宁双 就这样害人 真是卑鄙 堂堂三大宗门之一 手段如此下毒 简直无耻 我看成长调说的也有道理 确实是五文灵丹吧 恒月自己不检查清楚 怎么能怪别人呢 是啊是啊 我看恒月也有过错 你们 怎么 要动手 我们都身在何方 我不介意将你们全都留在此处 师叔 我们不怕 要战便战 谁送谁孙子 叶辰 变成宁气愚宠吗 好好一个天才 竟然落到这么个下场 能保住命就不错了 注定要沦为废人哪 成坤 拿命来 师兄 你 师妹 我知道你心疼叶辰 但在此处与他们起冲突 是郑中他们下回 若是伤及其他弟子 更是得不偿失 要为叶辰讨功道 我们必须得先安全地回到恒月 走 将将 我让你们走 有意 带他们走 师弟 我们走 今天也算领教了你们郑阳宗的手段 我们走 真是开了眼了 你们郑阳宗真是无耻到连我都自愧不如啊 诸葛宇 你私闯我宗禁地一事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放你个屁 你有证据吗 没证据别在这满口喷粪 你 我曾想这次大比竟这样落幕 恒月宗与郑阳宗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郑阳宗这手段真是歹毒 还好没加入他们 是啊 没准哪天就祸害到我们了 走走走 看这烦心 走 该死 夜臣将领双打败 令我的计划不得不停止 杨顶天内死竟然伤我 那些要用脑的卑鄙小人还敢出尔逢尔 我要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飞山师傅 我们的大杀器 也是时候派上用场了 你是何人 为何拉着我等去路 您是真人 这婆子不是三年前就死了吗 我 是 是 是 我恒月宗在此 恐遭重伤 乖乖成为我的群下之臣 你所求的一切 我都可以给你 我要你 死 给你生路你不走 我偏要往死路上送 师傅 我没给你凋零 黄月宗圣 阴城 倒是第一次听说这种名字 小贝得知便撑狂 也要看我大不答应 我们的大杀器 您是时候派上用场了 秀为三剑 全身经脉断裂 还中了 不是 这 你是何人 为何拦住我等去路 这 醒了 夜宠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师傅 我们这是 在赶回红月的路上 夜宠 你别担心 等我回到宗门 我们 一定有办法 没用的 师傅 我根基已废 你不要再浪费灵命了 你放心 我 我 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治好你 大家别难过 马上就到恒月的地界了 回去一定有办法 停 哪 是 你 您是真人 这婆子不是三年前就死了吗 怎么会在这里啊 来者不善哪 小密欧 我抹好了 云沧海 云沧海前辈 听说他失踪很久 怎么会在这里出现 林道友 你这是 没有灵气灵魂的波动 也就是说 他现在是死人 死人并不喜气 但却被炼制成 这般强悍的心事头斗 手势闻所未闻 这么残忍又邪门的手段 究竟是谁做的 自然颇为诡异 师弟 我们一起上吧 好 我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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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防御的精人 攻击力也十分高盗 蓄儿 铃儿 快带大家走 师兄 不行 若是不走 我横月宗再次恐遭重重 我们最有办法脱身 快走 你们一定要平安 若是 几剑 什么人 跟云沧海一样的死人 混蛋 司徒南 二位师父不顾危险 为我们争取离开的时机 是 休想阻拦 我不是他的对手 此人的功力 我在云沧海之下 我去帮领儿 你们不要靠近 师父 我去去就来 照顾好他 姐姐 此人防御了技巧 普通攻击 让他起不了作用 叶辰伤势严重 眼下最要紧的 是尽快冲出这个结界 还记得那招吗 还记得那招吗 我起作用 是尽快冲出这个结界 九九连环 相声相恨 这是九名结界 这个结界格局空间 无法靠外力攻破 除非 平儿 合力击杀施数者 这是破除结界的唯一办法 对 那就让这个死人 再死一次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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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萧薇和灵力未见的情况下 唯有六道仙轮眼 姐姐 你怎么样 没事 师父 念念师叔 攻击她的脑袋 我看到在她的大脑中 有一道黑色灵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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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驴儿你 我是戳子之身了 姐姐 对不起 二位师兄 劳烦 赴我正好 叶师弟 好 叶晨 不可以 叶晨 叶师弟 叶师弟 叶晨 赏得国主 一见无力毁天 你约在你身体里 后续于同姐 有一股奇特的力量 在帮助叶晨恢复身体 我还活着 我真的还活着 这机械 萧薇恢复了 乖乖成为我的群下之臣 你所求的一切 我都可以给你 我要你 死 给你生路你不走 我偏要往死路上送 出山哪 林道友 你这是 他现在是死的 薛儿 驴儿 快带大家走 这是 姐姐 驴儿你 不是出子之身了 好 叶晨 不可以 姐姐 好 师叔 叶晨她怎么样 师父 靠靠靠靠 都没事 太好了 即刻回恒月宗 你这老婆子生前都赢不过我 别说死后了 死的一走 批变后了 你这 这还怎么打死 这 这还怎么打死 你不打了 慧气 舒葛爷爷 走 你 你 你 到底是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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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一群朝令夕改的小人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不过可惜 彭越宗和诸葛羽还是逃了 长教 都是这些与我郑阳宗游戏之人出事 会不会被猜出来 对我们不利 谁说只有他们出事 此次三宗大比 郑阳宗又远诺将西边的三处矿卖封给我们 真大方啊 如此一来 我们宗门的资源又多了不少 只要咱们坚定地拥护郑阳宗 以后的好处还会更多的 南楚诸多势力 包括亲近我宗势力都遭受攻击 能做到如此这般且有动机的 唯有呢 北楚嗜血殿 吴长老 那嗜血殿如此恶行 我郑阳宗作为南楚三宗之一 既已知晓真相 定要为诸多道友讨回宫岛啊 掌教大义 郝兄弟 你怎么就这么走了 月三 想此撒火撒咯 就偷猛给我咯 月 月辰 真的是他 快 去玉女奉 那兄弟没事 太好了 你听说了吗 夜辰竟然没死 他还在三宗大碑上拿了第一 打败了玄灵肢体金凝霜 这夜辰是走了什么狗石院 连玄灵肢体都能打败 肯定是耍诈了 跟当初打败齐阳师兄一样 对不起 齐阳师兄 我说错话了 不过 刚才听长老说 夜辰吃了五文石骨丹 修为禁飞 这些他完蛋了 以后都不能再修行了 是吗 唐兄 看来夜辰的好运已经用完了 如今他就是一个废人 老天有眼 夜辰 这就是你的报应 五文石骨丹 碎精毁脉 断骨裂魂 想不到陈昆竟会用上死等毒药 他楚宣二自认为的得意弟子 竟落得如此下场 真是大快人心 我也无能为力 姐姐 约总 兄弟 等我退一下 简报二位师叔 来 上得过重 已经无力回天了 怎么会 连两位准天境的师叔都这么说了 那夜辰辰的 兄弟 已经这么走了 以后我跟谁喝酒去啊 夜辰 我不信你死头了 你自个儿要去赶赶我 夜辰的身体里 后生有同情 是 有一股奇特的力量 在帮助夜辰恢复身体 炼断掉的筋骨都重铸了 难道是蛮荒炼蹄 夜辰曾对我坦白 他在修炼此术 蛮荒炼蹄 我又做耳门 炼骨提髓 断筋竹脉 焚心脆血 磨皮错肉 没错 这是疯子才会修炼的密法 这片刻的功夫 夜辰的身体已经恢复了良多 真是奇迹啊 太后了 夜辰有久了 肉身虽然可以恢复 但夜辰所受的道手 依然无法抑制 我还活着 我真的还活着 怎么回事 岛上的损汗竟如此彻底 难道 要跟柳玉师兄 当一对难兄难弟了吗 小子 我儿大了吗 太师古龙 我如今灵魂残缺 无法聚集修炼 你我的约点 无法兑下了 别急 道上 虽然超出了丹药的作用范围 却快借助天节之力修复 当真 可我也不能修炼 也便无法引来天节 引不来天节 就无法治愈道商 这是个死循环 但你有天雷 天雷 你的天雷 应该就是一度天节时 残留在你体内的 它既是天节的一部分 自然也可以至于道商 果真如此吗 事实便知 事实便知 究竟有些鬼 你去哪位 吗 我要老师 去哪位 是 你听人手 如今 人鱼 为什么 房子 你去哪位 一个人 师父 您能下床了 这气息 线微恢复了 师父 这周是你煮的吗 真好喝 说起来 师父答应我三宗大彼得第一 就脱衣服的 现在不求脱衣 让我亲一下就行 臭小子 你的胸位是怎么恢复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恢复了 师父要是不屑 可以亲手试探一下 师 师父我错了 我不平嘴了 你别生气好吗 师父我错了 真的错了 再也不敢了 别别别别 跟 师父谋杀亲徒弟啦 这下 好凶狠的力气 我乃力气所化 没有实体 你无法打败我 打不打的败 你用我说了算 不过如此 结束了 叶辰吃了我们食股丹 修为敬佩 看来叶辰的好运已经又完了 如今他就是一个废人 他楚旋而自认为的得意弟子 竟落得如此下场 真是大快人心 道上自然超出了 胆药的作用反复 却会坚持天洁之力修 道真 不知师父如此着急 换我来玉女峰 是为何事 难道是叶师弟伤重难治 当时我卫敌玄灵之体 叶化争火为攻 天雷为剑 怎么可能 柳师兄 叶师弟 你的道伤 嗯 好了 是 是何人所致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叶 叶师弟 你知的 你知的 师兄 跟我来吧 离儿 知道我叫你过来是为何了吧 去吧 彻底治好你的道伤 我将以天雷来为你治愈道伤 忍着点 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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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兄 我来救你 这道商超出了药师所能治愈的范围 不过 你不要着急 为师一定会为你去寻得智商之法 师父 没事 我心中有数 原来我是进入了柳师兄的神识之中 大师兄 破 破 走 走 虽稳住了命来 但修为心肺 往后亦不能再小 走 大师兄 你终于醒了 依儿 你 不要太过伤心 现在能保住命来就已足够了 师父 我没事 上台之前 我没有了准备 我没有了准备 柳翼师兄 我一定会治好你 好 来 啊 吃 我就 看来柳翼师兄也不是不伤心 只是他习惯了隐忍 刀伤了狐狱 心病难医啊 好凶狠的力气 我乃力气所化 没有尸体 你无法打败我 打不打的败 从我输了算 结束了 就不再是正阳宗的人了 你我就此分手 不过如此 真火天雷 什么 将真正的柳翼师兄还给我 将真正的柳翼师兄还能够修炼增进修为 这是自然案 叶师弟 多谢 翼儿 你的刀伤已然痊愈 好 太好了 有你二人 有你二人 何愁我横跃不振兴 既然你二人已无事 也是时候去解决那诡异死尸之事了 师父 师父 是不是已经查到何人所为了 那日不止我们遭到攻击 南楚各方势力接受到伏击 能做到此事的唯有北楚弑血殿 师血殿 谁说的东西是师血殿所为了 龙眼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以死人之躯赴咒印之力 练成杀人武器 视为阴明死将 正阳宗不知从哪里找来的法子 练制了一大体 就在正阳宗的一处训练室内 龙眼 此事当真 我正欲联合其他势力 前往视血殿讨要说吧 你二人便在此间好好疗养 尽快恢复到往日修为 师伯 等一下 关于那两句诡异死尸之事 我有话要说 长教 查到了 正阳宗 虽极力消除宗迹 但仍留下了出死瓦器 确实是正阳宗的人 在挖掘各大势力老祖的尸体 连迟 英明死将 成本 去 将此事通告南楚歌坊势力 凡事皆要付出代价 此事通告南雎 不论 这也不论 这也不论 则 可是看好了 那个就是郑阳宗的戒备 这座灵脉的一半范围 就在郑阳宗戒内 是吗 什么戒备啊 我没看到啊 长老 他们说的不会是那个吧 真够远的呀 你 楚灵儿 煽动戒备 便实为挑衅你 杭阳宗可是要与我郑阳宗开战 长老眼花了吧 那郑阳宗戒备一直都在那里 从未有人动过 对 没错 是郑阳宗看错了 从未有人动过戒备 没人动过 我们都能作证 诸位这是要合起来 与我郑阳宗作对了 是有怎样 我们还判你不成 我还判你 我们还判你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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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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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之事 着实返城 长教 西城仙药被青云宗截狐 长教 南城拍卖会上 衡月宗 灵兽宗联合押将 长教 如一门返水 我总损失惨重 到底怎么回事 为何南楚势力 纷纷与我郑阳宗作对 阴明死将的事 被发现了 此事实为绝密 怎么可能 的确太过蹊跷 听说是从衡月宗传出的消息 衡月宗 之前就是因为衡月宗的夜尘 让我郑阳宗统一南楚计划受阻 现在又是衡月宗 给我联系虚言 是 南楚三宗 这三宗鼎立的格局 也该变一变了 说吧 你不是厨子之神 到底怎么回事 谁干的 是夜尘 既然如此 我立刻为你们筹备婚了 夜尘不会同意的 姐姐 他分明还得生 不行啊 这绝对不行 何况我早已先有所属 这绝对 这绝对 我一定会治好你 掌教 查到了 确实是郑阳宗的人 炼池一鸣死将 诸位这是要合起来 我郑阳宗作对吗 到底怎么回事 为何南楚势力 纷纷与我郑阳宗作对 南楚三宗 这三宗鼎立的格局 也该变一变了 见过掌教 怎么回事 一鸣鬼将之事 本该万无一失 横阅到底是如何得知的 此事我伤了 不认为查清 只知一切皆由 杨鼎天发起 又是杨鼎天 一而再再而三地坏我的事 我迟早就让他付出代价 最近横阅局势可有变化 还是一如既往 孙玄虽为杨鼎天之师 却一直和杨鼎天不和 两派势力明争暗斗 互不相让 这杨鼎天一向假仁假义 不到万不得已 不会对他师父下手 倒是通玄老头 若是让他势力增长 必然会对杨鼎天痛下杀手 横阅这一届的龙魂选拔 是不是要开始了 正是 此待恶魔之心 我要你寻意 与杨鼎天势力不和 却亲近通玄势力的恒月弟子 将此物融入他体内 我要让恒月不攻自破 此次大比险下还生 而你们临危不惧 拼搏到最后一刻 都做得很好 没有辜负宗门对你们的教诲 多谢长教 特别是叶晨 你为宗门夺下如此荣誉 功劳犹大 当需奖励 此处名为万数古殿 这里自恒月开宗立派时便见 汇聚了我宗立派先辈的秘法悬术 你们便是随便选择 其中一样秘法礼物 修炼亦能一日千年 去吧 九日为期 你们可自由选择 喜欢的秘书学习 多谢长教 多谢长教 这些就是我派珍藏的秘法 这么多 问元宴 此法玄妙无比 难我派第十任长教 玄珍长老所创独家心法 这 wypade 只要输入林立 就能进入这些秘法的学习空间 wrinkles 就能进入这些秘法的学习空间 造化者 我们天忆 总觉得都差点意思 就一个贱子 连介绍 怎么不太恋爱的样子 这些莫非都是不同的剑术 不过真是不同剑术 要是把这些剑都收服 你们岂不是都能为我损掉 什么情况 一起来 要不要这么欺负人啊 你 别人 有成年小孩 看到 万剑长宗 一剑化万剑 而万剑朝宗 心智作相 剑壁摧持 这个小师弟 真是不得了 叶臣也太逆天了 都不能修量了 还能领悟如此神通 看来师尊 给我和叶师弟的七天符咒 颇有效的 师弟师妹们 皆为发现 二人修位已经恢复 强 太强了 师兄师姐 你们结束了 是啊 已经结束了 我准备去看虎娃他们 就先走一步了 还说那请客呢 这么久不见了 不知道虎娃修炼得怎么样了 叶臣 想不到你还敢回来 师兄此话从何说起 我回自己的宗门 有什么不敢的 叶臣 我说你都沦为一个废了 还敢在两位师兄面前 如此嚣张 可是没将两位师兄 放在眼里 我也想将几位放在眼里啊 但奈何 几位师兄站得不够高吗 你 行啊 叶臣 我倒是要看看你是嘴硬 还是骨头硬 他不是根基被毁了吗 小鹅罢了 有法术 灭了他 你 什么呢 你 你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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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极快来 呃 那边还有一个 子萱 上 子萱 师兄 有空多提升一下修为 别整天想着找我报仇 这么快便有反应了 此人似乎是和叶辰发生过冲突的外公弟子 看来长教给的任务 很快便要完成了 说吧 你不是厨子之身 到底怎么回事 谁干的 姐 你说什么呢 你 是 是叶辰 叶辰 既然如此 我立刻为你们筹备婚礼 婚礼 姐 要不你还是先去问叶辰吧 怎么 难道他还敢拒绝不成 行 但要是叶辰也同意 你可不许再推脱 叶辰 叶辰不会同意的 姐姐 你还没察觉吗 他分明还得是你啊 我啊 这小子进步得真快 贴神啊 吓死我了 师父 你好歹也敲敲门啊 万一我没穿衣服呢 大白天的你不穿衣服 变态啊 别废话 我问你 你在凡界还有亲人吗 嗯 没了 我一个孤儿 吃百家饭长大的 哪来得起 师父 你问这个干嘛 我决定 亲自为你和凌儿操办婚事 婚 婚事 为什么 他 他把那件事和你说了 不行啊 这绝对不行 怎么 不想负责 还是说 你敢嫌弃灵儿 不不不不 不敢 师父 我是为了救人才 楚 楚灵 楚师叔也答应我不再追究这件事了 何况我早已心有所属 师父你不能乱牵红线啊 心有所属 属谁了 当然是属师父你了啊 师父 只要你愿意嫁 我马上就娶你 你 甚真的 不是什么借口 当然 我非师父不娶 你 你想得到挺美 不过也不是不行 只要你有一天强过我 师父我就嫁给你 真的吗 一言未定 师父 你等我 这小子 难道是认真的 我一定会努力变强 等我达到准天境之时 便来迎娶师父 哦 你师父答应你了 还真是功能 今天你倒是有空 不是无泼冷水 不过你恐怕忘了件事情 你现在 可只剩下三个月的收拾 不全天气丹的事 怎么样了 我已找到修补方法 田几丹落入老夫手 岂有再还回去的道德 你是吗 光明现在的身体 是本宗给你的吗 你戴上这个鬼明面具 别人就认不出你了 我们分头行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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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